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妍说电影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述蝶中蝶系列电影之蝶中蝶2 上次事件结束后,伊顿开始享受愉快的度假生活 当她爬上山顶的时候,新的任务被投递到了她的身边 本次行动是让伊顿找回失窃的康莫拉病毒 并且可以让她挑选三名队员 但其中一个必须是纳雅 她是一个身手不凡的女窃贼 需要伊顿在48小时之内找到她 并说服她来帮助自己 接到任务后,伊顿来到了西班牙寻找纳雅 在一场舞会上,伊顿看到了她 这时的她正准备实施盗窃计划 就当快要得手的时候,伊顿跟了上来 她帮助纳雅找到了她想要的项链 就在把盒子放回去的时候,警灵响了起来 安保人员迅速拿着枪冲了进来 见到是伊顿后便收回了枪 经过了一番解释后,伊顿准备带纳雅离开 刚走出不远,伊顿就拽回了纳雅并对她说 你忘了什么东西吧 纳雅不得已把项链还了回去 二人出来后,伊顿向纳雅表达了想要合作之意 可是纳雅并不想接受她的请求 驱车离开了 被拒绝后的伊顿立刻追了上去 二人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开始了积累的追逐 开出没多远,纳雅就因为躲避不及的问题 使她的车子开始失控 就当快要掉下悬崖的时候,伊顿把她救了上来 就这样,伊顿俘获了家人的风心 之后,伊顿回到了总部 接收下一步的任务 上级奇罗给她放了一个视频 原来本次任务的产生是因为维奇医生 研制出了一种叫康莫拉的病毒和解决病毒疫苗 并把病毒注入到了自己的身体中 然后带着疫苗想要去往亚特兰市 在出发之前,她给伊顿发出了护送请求 可是却被西恩截胡 西恩伪装成了伊顿 然后陪维奇去往亚特兰市 在飞机上,她趁机杀死了维奇并抢走了疫苗 得手后,她与她的同伴一起跳下了飞机 随后飞机就撞到山腰上炸毁了 伊顿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 齐罗告诉她,其实纳雅是西恩的前女友 纳雅不告而别后,西恩一直在找她 她让伊顿找到纳雅的目的就是让纳雅重新回到西恩身边 帮助他们获取情报 听到这个消息后,伊顿十分不愿 这时奇罗拿出一个相机 看到里面的照片后,伊顿不情愿的接受了这个任务 回去后,伊顿跟纳雅说出了她的任务 纳雅十分不愿,二人争吵一番 最终纳雅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然后伊顿就往纳雅的身上注入了一个隐秘的卫星定位器 方便他们能够及时找到她 之后就让警局把纳雅抓了起来 并把消息散播了出去 在纳雅离开后 伊顿的另外两名队员路德和威廉也赶来了 西恩知道纳雅被捕后,很快就把她救了出来 然后让人把纳雅带回了自己身边 回到西恩身边后的纳雅引起了桑迪的警觉 他劝告西恩要小心这个女人 这番话直接惹怒了西恩 他直接用刀片夹掉了桑迪的一截手指 并对她说 就算我不知道她回来的目的 但我愿意去冒这个险 因为我喜欢她 第二天,西恩带着纳雅去看赛马比赛 中场休息的时候 西恩假借买水的油头 去与制药厂老板麦扣碰头 并用摄像机给麦扣看了一个东西 接着就把记忆卡放进了西装的口袋中 这时纳雅在西恩离开后 就与伊顿取得了联系 伊顿告诉了她记忆卡的位置 让她拿到之后到12号桌来找自己 这时西恩正好回来了 纳雅趁机偷走了记忆卡 然后假借买堵住的名页找到了伊顿 把记忆卡交给了她 原来这是一段记录了病毒入侵后 人体变化过程的视频 读取完视频 伊顿把卡还给了纳雅 并告诉她 让她可以找机会离开了 之后纳雅就返回了观赛场 就在她把记忆卡放回西恩口袋时 西恩察觉到了 可是她并没有揭穿纳雅 而是不动声色地继续看比赛 当晚回到住处的纳雅 趁西恩不在的时候 逃了出来 跑掉一处墙角的时候 伊顿一把把她抓到了角落里 并对她说 为了不让西恩起义 你继续待在这里 听西恩的指示 接到指示后的纳雅又偷偷跑了回去 在纳雅跑回去后 伊顿撕下了面具 露出了西恩愤怒至极的脸 看到视频后的伊顿 想到了从麦扣身上下手找到突破口 然后射解在车上迷论麦扣 把她绑到了一个病床上 伊顿乔装成已经死亡的围棋 走到了她的床边 在一番恐吓后 麦扣交代了她与西恩的计划和目的 了解完情况 伊顿就把麦扣又送回到车上 被司机叫醒后的麦扣 对于刚才的事情 只是以为做了个梦 之后伊顿就开始与队友们计划 如何去实验室销毁病毒 部署完成后 伊顿开始实施计划 西恩也是十分精明 早就猜到了伊顿的计划 为了阻止他 也是展开了部署 当天晚上 伊顿在实验室楼顶端开启的瞬间跳了进去 在安全到达里面后 急忙让威廉收回了绳索 因为受到了发动机的影响 伊顿与路德失去了短暂的联系 这时西恩戴人纳雅和他的帮手也来到了这里 因为失去联系的缘故 伊顿并不知道他们的到来 他先是来到了病毒的基本库 操控计算机杀死了里面的病毒 并在操作台放了一枚定时炸弹 然后又开始去销毁已经成型的三支病毒 就在快要销毁最后一支病毒的时候 西恩赶来了 病毒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上 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夺病毒的枪击战 就在双方都争执不下的时候 西恩命令手下停止射击 然后拿枪指着纳雅 让他去把病毒拿过来 被胁迫的纳雅缓缓走过去 拿起了病毒 然后直接注入到了自己的身体中 威胁西恩说 你不能杀了我 因为我现在价值3700万英镑 边说着边向伊顿走去 这时伊顿引爆了刚放好的炸弹 救下了纳雅 并引来了实验楼的警卫 他既生气又心疼的问纳雅 你为什么这么做 纳雅说 我只是不想让你受伤 然后抓住了伊顿手中的枪 让伊顿打死自己 伊顿自然不肯 直接向一边的墙抛出了一枚炸弹 在墙上炸出了一个洞 然后告诉纳雅要好好活着 说完就跳了出去 逃脱后 伊顿让路德追踪纳雅的去向 然后自己来到了西恩与迈克尔的交易地方 开始寻找解药 很快伊顿就溜进了里面 用炸弹直接炸开了西恩所在的门 看到伊顿的西恩愤住到了极点 让桑迪他们出去杀了伊顿 经过一番搏杀后 桑迪把伊顿绑了进来 然后看到了战败的伊顿 西恩得意的笑了起来 然后连开几枪打死了他 就在伊顿倒下的瞬间 西恩看到了他的手指 这让他意识到 他打死的其实是桑迪 而真正的伊顿早已拿着病毒和解药 逃之夭夭了 看破这个骗局后的西恩立刻追了上去 伊顿在路德的辅助下 甩开了西恩的手下门 但是西恩却始终对他穷追不舍 二人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追逐 最后来到了一个沙滩上 二人在空中相撞 两辆摩托车也在空中炸毁 接着他们又开始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最后还是伊顿极高一筹 一脚把西恩踹飞了出去 他的头撞到了石头上 直接挂掉了 这时威廉也找到了正要准备自杀的娜雅 把他带到了伊顿身边 正当伊顿拿着解药 往娜雅身边走的时候 西恩醒了过来 在伊顿背后拿着枪指着他 原来刚才西恩并没有死掉 只是晕了过去 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 伊顿示意了一下路德 接着立刻把手中的解药扔了出去 然后踢起了脚下的枪 一个转身握倒 接连开了几枪 这次彻底解决了他 拿到解药后 路德急忙给娜雅注射进了体内 他得救了 伊顿也完成了本次任务 在向上级复命之后 二人开始了浪漫的度假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谍中谍2》上映于2000年 豆瓣评分7.2分 相比第一部来说稍稍逊色 网友对这部影片也是褒贬不一 但是不得不说导演吴宇森动作戏的掌镜功力 使得本片在动作戏抄前部很多 转身拔枪肉搏格斗等招牌动作 一一呈现在眼前 让人不亦乐乎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妍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